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剛好又有機會來做一個簡易的開箱文 那各位看這個應該 沒看過嘛 剛上市的這把就是 奧恰洛夫 算是去年前年奧恰轉到蝴蝶之後 那目前就是蝴蝶還沒辦法出拍 那就是打算今年的7月上市的這一把 奧恰洛夫的Inner Force LC 那大家先簡易看一下它的外觀盒子 還蠻漂亮的啊 就黑金 那種整體感覺 那我們先看一下 它這把一樣是做內力的 那這一支應該說 去年那時候有提到像林雲魯 就是日本有發佈說林雲魯球拍要上市 那奧恰洛夫這支也剛好也是有推出那個訊息 那剛好等等等等到現在今年7月 那只是 最近台灣比較難打桌球 大家應該知道 所以 詢問度非常高 那網路上我們也陸續出了好幾款 就是老好幾把出去這樣 那剛好有機會啦 我想說一樣做一個簡易開箱 那在此之前 它其實Inner Force蝴蝶之前也有出過啦 但是那一把台灣代理基本上沒有 它沒有進 那我們 做比較的話 我就是拿張本 張本自得的Inner Force LC 跟今天的主角奧恰這一把 來做個比較 OK那 結構 待會我們都會一併提到 我們先簡單的開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 它的實際外觀 因為編碼就是我們 之後盡量都蓋起來 因為編碼有些可能會詢問啊 幹嘛的 就是 我們盡量編 因為每一支編號都不一樣 OK 那這就是它的 咬標 然後 鋁牌的部分 那後面一樣 反尾設計 對啊 那現在就是 2021 就是V馬 沒錯 OK 那 先從 外觀好了 盒子上面 現在蝴蝶的 不知道耶 新出來的好像都沒有做 我像鋁牌的也沒有做 就是它有一個像 之前都會有這種 像什麼 欸 日文啊 就像攻擊啊 然後反發 跟 震動 不好意思 震動 然後擠夾擠夾這樣子 不好意思 這個 對焦比較難對 對 現在新出來的好像都沒有這樣做 但是 日本的目錄上是會有寫啦 那我們一樣 兩支 待會一樣我們會試的 因為原版的那種 Innerforce 台灣沒有進 那我們就 沒辦法做一個比較 那這兩把 我們待會會講一下它的 規格 特色之類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它的結構弧度 上面 上面就是奧恰的那個 Innerforce 然後下面是髒本的 其實這樣看蠻明顯的 其實 應該說這一支它的拍面 就是158x152 然後厚度呢 就是比 張本的那個 6.0 就多了0.2mm 這個把是6.2的 所以基本上 結構我們講面材就是08 然後再來 阿油絲 然後再來就是 夾帶比較內層的 ALC 那 大蕊就是阿油絲的部分 對啊 這個其實很特別 因為其實 蝴蝶以往的內置纖維 的 球拍 不好意思 內置纖維球拍 很少有做到大蕊 超過6.0以上 對啊 那我覺得啦 就是真的是為了要增加 內力的一個 球板的一個底進 阿當然 發力我覺得要夠 發力基本上一定要夠 你如果說發力 本身不夠 你可能我覺得打 打那個張本的 張本的還會 比較好上手一點 阿這把基本上 我覺得應該就是 因應像奧家那種 國外人高馬大 力量很夠 那種 爆發型的球員 所設計的一款球拍 那當然不是說 我們一般人教育不了 我覺得都可以去試試看多玩 因為 也許 搭載到 力量強的球拍 跟自己合得來的 我覺得 效果可能都會很好 因為球拍板就是這樣 多打 包皮也是多試才會知道 那我們先講一下 我有做了一些小資料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我們講說 上面這個就是 最上面這個 ALC 這個是最原版的 然後張本 跟這次奧恰的 ALC 我們講的都是ALC的部分 那它的反發一個 特性 就是 公司 日本給的數據 10.0 10.7 然後 10.7 跟 11.7 這個 基本上 你看喔 我標個最重要 就是面材的一個大小 這個都 157 自從 自從張本之後 就提升了 加大 加大 然後 規格就差在 6.0 然後厚度 厚度 6.0 跟6.2 這個就是最大的差異性 這一次就是主要說 已經這個有增加了 那 從這裡跳過來 基本上是增加這個地方 就是 面材的部分 那 震動頻率 大家可以看喔 基本上 它的數值越大 越大的話 越不容易震手 但是你看喔 為什麼 當然最不震是 這次奧洽 然後再來是 原本的 Innerforce ALC 那為什麼張本特別震 它的面板 加大之後 但是厚度沒有增加 那相當於 球板 就是球容易透 那相當於 手震就會 很明顯的出現 但是手感上 我覺得 會比較好 因為你知道說 你咬球那種 深度 吃球感覺 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反發特性 其實 因為厚度 我覺得 反發就是像 那種 球拍的彈性 你當然 數值越大 就彈性越好 那它的厚度 基本上這兩種 都是6.0的情況下 彈性可能就會 差不多 所以公司給的數據 就是一樣的 但是奧洽這一把 它直接 增加到6點 就是多了0.2mm 出來以後 整個底進 就提升很多 剛剛我們看那個 就是結構放大圖的時候 看應該就知道 那個真的差蠻多的 所以說它整個 反發的那種特性 的數據 就提升非常的多 我覺得這種就是算 基本款就是 中等那種手感 那你如果說 想要那種手感 比較清晰 速度又要再快一點的話 其實 手感好的 就是 比較偏張本 那你如果說 我本身就不喜歡手震 就是 欸 喜歡那種 球拍的性能 出球快 我覺得奧洽就可以考慮 因為它 目前的數據上 是最不 最不會正手 那反彈性能 又算最好 對啊 那這個是給各位參考 因為這個 日本的目錄上 就有這些數據 對啊 大家可以 就是 參考看看這樣子 比較有趣一點的 因為我們拿不到這一支 所以說 待會我們就是試墊一下 張本跟奧洽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它的音頻頻率 OK 好 那我們 直接先頂那個 奧洽的這一支 給大家聽一下 然後張本的 會比較低層 那這支相對比較高康一點 那這支相對比較高康一點 然後我們 剛剛是輕輕點啦 然後我們再試稍微大力一點 好 用真本的 好 大家聽聲應該 應該可以聽出一些微乎微微的感覺 那如果論手感 我覺得 出球的 力量充沛度 傲洽真的是 有差別 當然是 發力要夠 當然這個要等到貼皮 然後上了 球桌去打 會比較準確一點 但是 即使這樣子輕輕 去兩把去試頂 的話 你兩把就差在厚度嘛 去頂 你就覺得說 這一把奧洽 就是 力量上會非常充沛 那 張本的手震 有人覺得手震 有人覺得手感 會再更明確一點 就是 球拍的形變 可能也會比較大 當然 信心頂不會有什麼形變 就是基本 你貼完皮 上檯面 大力 去擊球的時候 球拍的形變 當然會比較容易 當然就是 手感上有些人 就喜歡這種 咬球 吞吐那種 那種 持球那種感覺 當然會比較明確一點 那如果喜歡那種 比較偏暴力型 那種快空型的 我覺得 這一次 奧洽這把做的 規格就是 跟以往的 inner force 比較 不一樣 OK 那 這個是 簡易的分享 當然實際上 歡迎大家 就是選購 因為現在 公司這一批到台灣 也不多 我們 目前賣完 應該剩下一兩支 對 之後 就看台語不會帶到 因為目前 現在跟日本人 訂會 不容易 代理上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一樣 再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 簡易的一個 實際 當然我們賣場上面照片都拍的 蠻詳細的 對啊 有興趣 就是歡迎提出問題這樣 OK 那今天 簡易的開箱介紹大概是到這裡 大概看過這樣 OK 有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做一個 發問 或是加我們公司的LINE都OK 這樣 基本上我們都會去看 那 再麻煩大家 幫我們 就是一樣按讚 訂閱一下 還有 多分享給一些 喜歡聽 就是桌球 就是 喇敵賽的那種 講解這樣 對啊 就是 我們簡單的稍微分析而已 OK 那 歡迎大家 就是多指教一下 有問題 歡迎下方留言 我們都會去看 OK 那今天我們就是 澳洽 Uniforce LC的 簡易開箱 就到這邊 OK 那感謝各位收看 謝謝